那這邊有紅燈的時候它還比較好 有的都會停在這邊 那我們過去還比較安全 那現在沒有紅燈 它會看到前面那個紅燈 所以它會一直衝到前面 現在就是這樣 民眾說的危險路口 就在東興路55巷口 原本巷口設置好子燈 但半個月前突然移除 讓居民過馬路 覺得很危險 那因為這個車流量大 尤其是上班下班的接風時間 那他們形容是像青蛙過河 原來東興路55巷口 原本設置好子燈 讓前方東興路和東光路交叉路口車輛 可以依照好子通行 但多年前交通部針對這個路口好子燈 進行指證要求改善 政府交通處配合道安專業判斷 突然取消東興路55巷口好子燈 讓民眾過馬路不知所措 那其實這個號子就是不應該拆掉的 因為拆掉就是導致一方的行車的動線非常的危險 尤其是這個行人友善的部分更沒辦法做到 那希望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讓這些附近的居民就是行走或者是行車更加安全 行人跟機車汽車族的增相通行 會造成一些車禍的狀況 那淑平這邊上次也參與了會刊 也建議了這個在電線桿上標注說 請這個右這個車輛 讓這個右左向子先行 那執行車要禮讓左轉車先行 綠的話是希望說 第一個綠底行川還有我們這邊的巷口 一定要做這個所謂的環環隔線 那還有呢預告號是一定要做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行人的話應該要有保障的 所謂的這個通行的權益 所以呢相關的一些配套都是呢 感謝我們今天謝國良市長呢 親自的前來看這個入口 的確呢這個入口有非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市長謝國良關心民眾通行安全 邀集了交通處警察局等單位現場會刊 決定將原有的號制和新設號制保留之外 交通處也會提出新的改善方案 我先跟大家解釋 之所以調整了這個號制的位置 是因為道安匯報曾經有針對這個入口 有一些相關指示 那交通處是配合了道安匯報 來做這個入口調整 但我覺得其實我現場在這邊看 可能道安匯報對於這邊實際的情況 有些專業的判斷 但是以實際的居民的使用來說 這樣確實是比較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剛剛跟兩位議員 大家也一起討論了一下 那我們跟交通處跟公務處 我們也是決定就是說 還是重新的做一些調整 那調整就是說我個人認為說 這裡後面還是要有左轉線 要不然它的沒有左轉線 它的直車 直轉跟它的來車有可能會發生衝突 那過去我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這邊的確是一個危險路口 那我們就試試看用這個左轉的 左轉燈 那如果是左轉燈的話 那基本上在左邊的線 就基本上以左轉優先 我們會設立一些告示牌來宣導 然後另外就是說 翁里長跟地方的民意就是說 希望把這個紅綠燈 重新放回來它適當的位置 那我是建議說 不然就新舊的紅綠燈都存在 原則上還是維持雙遠燈的管制方式 那我們會去增加一個 應該說預告號制 增加一個預告號制 那提醒那個用路人到這個路口的時候 簽檢出慢行 然後注意行為讓市民穿越 此外針對東興路巷口 路邊電感太突出 市長謝國良也指示新區公所 規劃電感地下化方案 將在一個月後現場會刊 了解調整後的事辦成效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